哈喽,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说起一部《紧一之下》的热播,也成功让男主任嘉伦的范围水涨船高,凭借此剧他也是圈粉无数,在接下来由他出演的《秋缠》,现无尽也是备受大家的期待,目前这部剧也迎来了开播,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评价吧。 首先,镜头语言平庸老套,在这部剧中有很多动作戏,都是十分套路而且省事儿的平庸示范,比如包围时一排人开枪,一个弦后方镜头,一排人整整齐齐手拿着枪,看的人完全是一眼难尽,再说镜头视角切换和剪辑,也真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高度。 在第一集中张寒雨的角色就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枪战,摇摇晃晃的镜头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想吐槽,特写镜头当然不能拍得太真实血腥,基本都是衣服上炸开一个小洞的即视感,整段表演都显得单薄又突兀。 问题二,得CP者遮摆病,刘欢在军事联盟里,表演就让人印象深刻,此次在秋缠中,和她有多年情义的人为大眼而牺牲在她面前,临终还传话我相信你,这一定是一段很重要的感情冲击,结果在接下来对方的对话语气却很淡,相对日常,显然编剧只顾着临终话语我相信你,如山班众的情绪力量,完全不顾忌人物举动是否合理。 至于目前剧中男人的表现和CP感,其实做一部谍战剧,打感情牌一定是不会你的观众认同的,所以这样看来,这部剧前景未必乐观。 三,谍战片套路化,无论是柳亦龙的一系列高分作品,还是解密等剧作谍战片这一类型的套路模式,实在是过于模式化,往往都是正反方的PK,让套路化凸显得十分严重。 反观,接下来的这部纠缠,既不能从风格或者范式上进行突破,又不能在细节上打磨出精良品相,唯一的变数在于两位男主的CP感。 而在播出的第一集内容中,我们就可以看到回眸对视四手联谈,这样的设定意图过于显露,就是这样一部十分老套的谍战剧歌局。 不知道在接下来,两位男主能否成功突围呢? 记起内容叫我们敬请期待吧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对于这部刚刚开播的新剧。 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是否看了呢?对此你们做何评价呢?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,说出你的看法和建议,小编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别忘记的点赞加关注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